时间仿佛围着你倒流 没体会搞你温柔 妈妈的去世对玫瑰打击很大 她要活出精彩 成为妈妈的骄傲 玫瑰一直很庆幸 生活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 爸妈都是大学教师 恩爱了一辈子 哥哥也非常疼她 那时候的玫瑰花得最潇洒 就算犯了错也有家人兜底 但是妈妈的安全感 可自从玫瑰嫁给方协文 独自一人在上海生活 尤其是有了女儿后 更加明白了为人父母的不容易 爸妈也不同意玫瑰眼下 但始终尊重女儿的决定 婚后大包小包去看玫瑰 玫瑰抱着妈妈痛哭 所有的委屈在那一刻都发泄了出来 母亲知道女儿过得不开心 甚至想把女儿带回北京 玫瑰为了自己的家庭 再次妥协留在上海 方协文却没有底线地控制玫瑰 玫瑰忍无可忍提出离婚 带着女儿回北京了 母亲泪流满面 接女儿和小处回家 爸妈永远是玫瑰的靠山 玫瑰此时才发现 母亲操劳了许多 这几年一直担心她过得不 母亲也憔悴了许多 方协文不肯离婚上门纠缠 把母亲气得脑溢穴去世了 玫瑰哭得像个孩子 她还没有好好孝顺母亲 父亲说母亲只希望你过得好 玫瑰承诺一定活出自己的精彩 让妈妈为她感到骄傲 离婚后的玫瑰一心扑在事业上 在哥哥的帮助下 成立了自己的策展公司 相信未来也会遇到那个队的人 也关注不迷路 一起期待后面更精彩的剧情